甘油酸脂高是高血脂症的一种,一般认为血浆甘油酸脂浓度2.3毫模2每升200毫克每DL为高甘油酸脂血症,多久检查一次血脂,检查前是否需要进食? 因为许多甘油酸脂高的人都不会出现什么症状,所以只能通过定期血点来确诊。 建议20岁以上的人,每5年差一次血脂水平,检查血脂水平通常在胳膊上抽取静脉血,一般需要进食,检查前的9-12小时不要吃喝,可以喝上量水,但也有的检验仪器不需进食,且是从直肩排血,甘油酸脂高,对身体造成哪些危害? 1.一线炎,高脂血症患者乳泥微粒栓子,在循环过程中,可以阻塞一线毛迹血管,进而导致一线血液循环障碍,会引起高脂血真心腺炎,这种一线炎会反复发作,非常痛苦,甚至危急生命。 2.肝皮肿大,肝油酸脂肌积聚于肝皮,可引起它们肿大,如果肝内脂肪蓄积太多,超过肝重量的5%,或在组织学上,肝脂肪50%以上有脂肪病性时,就可称为脂肪肝。 3.肝脑血管疾病,高肝油酸脂肪的危害非常明确,是动脉周样硬化的主要因素之一,随着动脉周样硬化的加重,会导致关心病,脑足中等,具体的影响主要决定于血管病变,即受类器官的缺血程度。 3.肝油酸脂肪,若管硬狭窄大75%以上,则可发生心脚痛,心肌梗塞,心率失常,甚至猝死。 3.肝油酸脂肛,血管越来越窄。 3.肝油酸脂肪,预防动脉硬化。 目前最多件的高肝油酸脂血症,往往是吃出来的。 3.肝油酸脂肪,血液中的肝油酸脂水平就升高了,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,也能转换成肝油酸脂,作为能源处备起来。 虽然药物能够降低肝油酸脂,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,才是是降低肝油酸酸脂最好的方法。 1.荞麦桑叶发酵叶,血管清道夫。 2.荞麦桑叶发酵叶,是以荞麦,桑叶为主食材的发酵叶,又降血清甘油酸脂和胆固醇,降低血液绵稠度,软化血管,干上血液循环的作用。 其中,荞麦的卤丁、亚油酸、盐酸、膳食纤维等多种有效成分,可以抑制制制过氧化,抑制甘油酸脂和胆固醇的生成,避免制制物在血管内沉积堵塞血管, 2.保持血管油热,而桑叶的生物减低MG桑叶多糖和肝脉胺基硬酸,能降低血液绵稠度,抑制血脂升高,疏通血管,保抑预造和洗脑血管。 2.健康饮食,血管健康调节剂,人体中的脂肋大部分从食物中合成,所以日常需兼致健康饮食,控制热量的摄入,主食上注重粗性配配,副食品,鱼类,瘦肉。 豆鸡豆制品,各种新鲜蔬菜,水果为主,使得多是一些地油滴汁滴盐等新淡物,碧洋葱,黑木耳,海带,豆腐,鸡蛋等食物,只有这样才利于肝油三脂不高,血液不再粘稠,才能有效防吸脑血管病的发生。 3.多运动 血液循环催化剂,平时要多运动,减少肥胖,让吃进去的脂肪能够快速的代谢掉,别让脂肪在体内堆积,建议体育锻炼为中等强度。 每周三到五次,每次持续30分钟左右,动的形式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灵活选择。 不行,快走,马跑,游泳,太极拳等争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